橘子说房产微信群的朋友们 这一期是思想的视频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你做房产投资 你上到一定规模之后 你一定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做房产投资 你想要走的两个方向 那在我看来 就这两个方向 你要是定位不同的话 你这个发展策略 你这个是不一样的 你这个发展的速度和方向是不一样的 那大概是哪两个方向呢 到一定规模之后 你做房地产 你一定要考虑的两个方向 就是一个就是 你是要更追求规模 还是说你要更追求利润 就这两个不是完全分开的 但是就是说你要考虑这两个事情 你说我更要强调上规模呢 我还是要强调上利润 那这个你说规模有什么好处 利润有什么好处呢 那比方说 我是一个融资的 我是一个私募的公司 我更想跟大家说的就是 看我有八亿的资产 这是规模是不是 然后你看我的办公室 在市中心最好的地段 最高的那楼 看我们公司的logo 都在那个大楼的外边 那是我们的公司 然后你看我有最强的团队 我的团队全是从哈尔弗 耶鲁毕业的全是从什么什么什么公司的CEO 跳槽到我这来的 我有最强的团队 最好的办公室 最先进的设备 我有特别大的房产规模 那这个就是说我要发展的 其实是往这个规模方向发展 那规模方向发展有什么好处呢 你好融资 你好参政益政 你好拿地儿 那些资源容易吸引到你这来 人家一看 哇这个公司已经有一个亿的办公楼了 就在亚特兰大 我现在这个房子要办公楼上市之前 我先去问问他吧 因为你想做规模的 就这两个相对来说 一个更像是面子 一个是更像李子 我规模做得好的时候 哇那就是我面子 那就是我面子 我面子特别大 你面子特别大的时候 人家就来找你了 那个资源可能也找你了 你站在这儿的话 那些鱼就朝你游了 风就朝你吹了 有可能是这样 但是有的时候 你为了维持这个规模 你本来可以雇一个交加泰克的人 你也可以雇一个哈佛的人 最后你要雇哈佛的人 你可以雇一个白人 你可以雇一个中国人 最后你可能雇了某某人 就是说 你可以在亚特兰大巴克亥德的办公室 你付35块钱一辞一年的租金 你也可以在我的普拉达85 你付14块钱一辞一年 但是因为我要追求规模 所以都要往这种高投入高成本 高运营的方向去发展的 这个都是往这边 这是弱点 就有的时候你会突然很奇怪 那个公司好好啊 前两天还在那开什么年会呢 前两天还在那报纸上宣传呢 还上电视呢 怎么现在倒了 他怎么倒了 倒的原因就是挣钱嘛 挣钱 对 但是没有限制流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运营成本太重了 那你说为什么要奔着规模去呢 就有的时候你说 我这个公司发展 我是靠什么呀 我要靠大家集职来的 我要靠大家钱的 如果你这个规模 你面子上不够好看的话 那个资金可能不跟着你走 有的时候你说 我是要做大的 结果我就想拿那些好地 结果你发现那些 那些卖家中介不利于你 你说我想去参政议政 我想竞选乔地亚州州长的 结果我连提名都上不去 人家就说那是noval day 没有什么资产 结果你说我现在规模一上来了 我有八亿的资产 其实全是投资人的钱 不是我的钱 我那个限制流也不是很好 人家有八亿的资产 马上人家就一到哪了 这就是当地有名的什么企业家 有他的好处 那这个有的人就说 我纯追求利润的 纯追求利润的 我要住办公室了 我住哪儿 就在plot 85吧 14块钱一年挺好的 其实我刚开始更想在车库里 我们家车库就好了 我花费都不用的 哦那个雇哈佛的 还是雇那个乔地亚state的 我雇乔地亚state的吧 因为看起来两个人智商差不多 而且这乔地亚state的 是local的people 土生土长的local的people 爸爸也是做中介的 也是做房地产的 一家都是做房地产的 就是他这个水平 他这个资源 够我们公司用了 哦那我就顾这个交价state的吧 然后我们现在就说 我们现在要上系统了 要上这种管理系统了 要上这种财务系统了 上运营系统了 然后我们这个上投资人系统了 然后我们要选什么样的呢 然后选实用的功能性就好了 不用选那种高大上的 但是有的时候 你要寻求规模的 哦我们要选那种高大上的 除爆发要除的特别漂亮的 投资人一点一句 哇就能感觉到我们这种专业的 就是这种所以就说你要是想利润 如果有的人追求利润的 他一路走过来 他自己是有能拿到地儿的 他自己能弄到钱的 他自己能找到团队的 所以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可能就是在你身边住着的 80岁的老头穿这个破鞋 成天仔呢 你看他表情都有点木讷的 但是有一天他跟你一聊天 他喝多了 他跟你说 我有两万个单位的公寓 然后你就把你吓到了 你就说 你怎么有那么多的东西呢 就人家追求利润的人 他就自己有资金 自己他闷头走闷头走 你说如果他的一个公司 利润追求利润 他利润高的话 这个公司会有风险吗 不会有风险 那这公司发展会好吗 会好的 因为他有利润 但是呢 可能别人不知道他 因为他穿了也不起眼儿 帮助手也不起眼儿 也不去做宣传 因为他那个理子很足 但是面子可能没有 那这个公司可能会走得很稳 走得很远 但是这样的公司呢 就有可能他的发展是受限制的 因为你纯追求利润 你没有这个面子 就说你万一有一天 你缺钱了呢 你自己有两千万的钱 你就做两千万的事 你有两个亿的钱 就做两个亿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想做一百个亿的事情呢 你可能就做不到了 但是这些呢 人会给这些人 不会给这些人啊 你这个发展速度就有的会受影响 还有的时候呢 就说不是纯的 啊 我是做房地产的 我是局势 我立定心志 我的房地产运营模式 一定是追求利润的 一定是追求规模的 不是的 就说在一个人的不同阶段 在一个公司的不同阶段 你就从战略考虑 你有的时候要追求规模的 就比方说开始的时候 你你你觉得你什么都不是的时候 你特别想叫别人看你 试个什么东西 你得在那装装的 但是有一天你都知道你自己试个什么东西 然后你希望别人也看见了你试个什么东西 你已经试个什么东西 你自己有信心的时候 那时候你就会往这个利润上来了 就说你在这个风都向你吹的时候 你就追求利润狼 但是风没有朝你这吹的时候 你要你要这个面子上要做足的 因为这样的话 大家这个风才会朝你吹 具体到某一个房产交易 具体到一个人的不同发展阶段 一个公司的不同发展阶段 可能有的时候是朝规模发展 有的时候是朝利润发展 你在规划你将来的人生方向 这个房产投资方向 你自己要有这样想法 我是奔规模去现阶段 我还是要奔利润去 因为你这两个方向一定的时候 你接下来的那个战术是不同的 规模上发展有什么好处 利润上发展有没有什么好处呢 这两个做大的人都有 那些投行 那些实木 Blackstone什么的 这些都是奔着规模去的 那些上市公司有模一样的 很多都是奔着规模去的 但是有一些私人的家族企业 有一些闷声发大财的 就是搞毒品交易的 我不知道 他不光利润特别高 还特别怕别人知道 他特别怕规模上去了 引起别人的注意 他在做一个什么东西 那个东西就他知道 就他在那发财的 没有人知道 他们在后院有黄金 有很多的人是朝这个走的 就是比方说 祖上传下来什么东西 他自己发现了一个什么 独门密道 或者是有一天 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 就比方说 这是一个大的公司 叫Blackstone 结果Blackstone 接下来他会自己 个人马上会分出几个 外界就不知道的 那这些小公司 就是朝着利润走了 就是他这个规模也在 也在往上走 这个公司品牌也在往上走 但他私底下可能有一两个公司 就是朝着这个存利润去走了 就朝着资产 控制更多的资产来走了 那对于我来说 我新的品牌叫三尊十栋 我做项目的时候 有的时候考虑一下规模 比方说 我就想省钱买房子 但是我买车的时候 是不是还要去买个零子 就是这个我要考虑的 就是我的办公室 是不是还不是不能太掉价了 我这个录像的视频 或什么的 后边的什么的 就说我要考虑这规模吗 我要考虑 因为我翅膀还没硬 大家对我的认可 我这是一个新品牌 我是个新团队 我新的运营模式 大家对我认可还需要时间 就是我要不要考虑规模 我要考虑规模 但这个事情不是我的重点 因为我现在知道 就是说我不发展 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就是不买不买 我一年也能买一千万的东西 对于大做事来说 对于我来说 这已经算是相当成功了 我融三百万 我做一千万的东西 我一年就做这一个 很慢很慢 对但这个也相当成功了 我不用今年一定敢的 做一个亿 所以这个规模上去就上去 不上去就不上去 就对我来说 我现在要不要考虑规模 我要考虑规模 但是我就考虑这么多 那你说我做事情 我现在我要考 要不要考虑利润 我要考虑利润 就是我做房地产 做了到现在十一年 我现在迫切的感觉到 这个利润的重要性 真的就是突然疫情一来了 突然一个变故一出来了 真的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的公司很好 你的团队很好 你的产业很好 增值都很好 但是就是因为利润不够高 就是因为现金流没有 都能把你整垮的 我真的这个公司做好了 真的这个基础 我这个利润要是足够高的话 我这件事才能做得稳 才能做得好 所以对我现阶段 我有一点名气 有一点资源 或者有一点能耐了 有一点资本了 那现在规模对于我来说 重要不重要重要 我也愿意跟大家一吹的时候说 看我现在名下控制了 两个亿的资产 看我的资产遍布全美国各地 看市中心那高楼是我的 我愿意 就这个事情对我来说 好不好 面子上理事上都好 对我融资也都好 所以这个规模 我要不要考虑 我要考虑 但是这个利润呢 这是最重要的 就现在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现在有的这些规模 我现在有的这些资本 就对我来说 咱们撑着够了 对于吸引大家来 我现在目前的发展 对我够了 但是现在这个利润特别重要 就是说我现在 我的一个这个公司 是个什么样的公司啊 是这种叫什么 轻运营的还是重运营的 我是个轻运营的公司 那我这个公司的话 是一个高投入的 还是低投入的 那可能是个低投入的公司 那我这个公司是个追求规模的 还是追求利润的公司啊 是一个追求利润的公司 那这是我现在的这种情况 但是你现在就在陷入 深深的诚实 你说那我是应该往哪走呢 我现在这个阶段是往哪走呢 没有标准答案 就是看你大概想走的这个策略 方式或者这个方向 接下来三连 你想什么答法 如果什么答法 会影响到你去做这个决定的 如果说我最后追求规模了 我追求规模了 比方说 我有短注 我有两千家 其实这两千家都不是我的 要么是我做项目的 要么是我买卖给别人 然后我现在叫我帮我管理 是我管理和运营的两千家 你说规模大不大 规模大 是你的吗 不是你的 但这件事值钱吗 值钱 如果一个短注公司 规模上到两千家 它已经 就这个管理两千家 这件事情 它已经值钱了 但是有一天你说我规模如此之大 都已经到了八千家的 你知道就这件事本身 你都可以去上市了 那或者说你说我规模 我做公寓 我现在有一千家 我隔了五年之后 我有一万家 那这件事规模之大 有一天你都可以把这一万家公寓 打包做个rate了 能够上市了 然后你说我自己的公司 我拥有两千家的短注 我拥有一万家的这个公寓 我是一个私募的公司 我控制着比方说价值十个亿的资产 那这个公司的品牌 它对公司自己的品牌 也就值钱了 就说我公司现在也像Blackstone 我就是用那个退休金 对接的passion 就是passion fund 然后我就有这种对接的 这种项目头 我现在就已经很稳定的平台 已经打了 很稳定的这个流动 很自然的这个流动 都起来很成熟的平台 那你说在这个品牌值不值钱 值钱 这个Blackstone的老板 值不值钱 值钱 因为你会发现 我们算这些人的富豪排行榜的时候 不是去算 他们家有八辆车 有九栋房 是这样去算的 因为那些人去算 他们的财富都是算 他们的赚什么公司的 多少的股权 这个价值多少钱 就通过看这些 就能决定这个人的身价 富人的身价就是靠这个来定的 不是看你自己实际拥有多少来定的 是靠你公司的股权来定的 追求利润的这个相对来说呢 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你追求利润的话 你风险就低 你追求利润 你做什么事情 你都呱呱呱呱在那打算盘 都是为了利润最大化 所以你这个事情 你跟着走规模的 就会相对来说稳一点 这走规模的呢 很可能刚开始又出钱 又出力 坑吃坑吃在那做 你挣一块花两块 有一个期的 但这个利润呢 相对来说就风险低 有利润就做没利润就不做 有利润的时候 我尽可能的把利润做到最高 那这个就风险低 然后会走的 就走的会很稳 因为你每次这个思路都是对的嘛 就说如果你一个公司 都是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 这个公司一定走的是 发展会很好的 像这种规模的话 它有的时候会 呼上天了 呼下地了 呼上天了 呼下地了 但是这个利润的话 就你要是追求利润的话 会走的很稳 走的很快 有一天的时候 你说我不在乎你是兔子 我是乌龟 但最后呢 龟兔赛跑的时候呢 我乌龟还是赢了 所以最后你到有一天80岁的时候 你说我现在算我的身家是多少呢 因为你如果想追求高利润 最后你很可能就只做某一个东西 你看好了 哦 Sifer Stories好 我做Sifer Stories 我Mobile Home Park好 我做Mobile Home Park Apartment好 我做Apartment的 就是你会 你可能最后追求利润的人 他一定会找一个那个利润最高的点 就直接切入 就直接做那块 越做越多 越做越多 可能到你80岁的时候 你说 你说我的身家有多少呢 哦 我现在有一万套公寓都是我的了 这一万套公寓可能价值是十个亿 上面可能是五个亿的贷款 我个人的身家是五个亿 就你个人的身家是五个亿 就你也能算出你一个估值 你身家是由什么来计算的呢 是你拥有的这些房产来计算的 但是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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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不对 因为我已经有一万套了 这一万套就能做成个Rate了 我也能做Rate 跟这个规模是一样的 我也能做Rate 我一套现放到市场上 按照这个5%的Cap Rate 有人就会买我的股票 然后我就把这五个亿套出来了 我可能套了七个亿啊 可能套出来 就说我这一万套也能做Rate 也能除个品牌了 就最后也能的 好 这是我这一期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觉得这个食物对我有帮助 然后我觉得有些人可能没有想到这点 我跟你分享 希望你听了觉得对你有用 那好 举止说房产 我这一期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